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得用timelift的三代 就三代对自定义方言这块支持的更好 所以我要升级一下 对不对 那我就自己重新改一下这个timelift的版本号 就可以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就等于是动态的升级一下 跟着springboard拉下来的这个版本 我动态自己升级一下 我自己管理我的版本 我不需要springboard帮我管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现在要把我们的timelift二代升级成三代 以方便我做方言这个功能 好 那么我们就下面增加一个依赖 放这里 这三个人都是跟timelift有关的 对吧 这个啊 这三个 好 这里加个注释 THYME LEAF这样的timelift begin and 按的 然后咱们到这个这里 这里 对吧 timelift.washing是3.0.9.release 粘贴一下 然后是timelift-leot-dialect方言 点washing 这是2.3.0 2.3 这是2.3.0 这个版本 再下来把它改一下 到了timelift.washing 3.0.9.对吧 在这里 到了timelift 这个方言这个 OK 咱们刷新一下 嗯 你看啊 重新打开它 你看啊 这个时候咱们的timelift就变成了3.0.9 这代表咱升级到三代了 timelift到三代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方言这个到2.3了 就来了 升级就成功了 好 然后咱们先 然后咱们先 重开一下 咱们先用mavon 对吧 都把它install一下 那 那 现在的思路就是说 我想用timelift的自定义方言功能 来实现我的这个这个这个字点的这个值的这个查询功能 这样的话呢 我就不用在controller里写代码了呀 我只要在html里头把这个timelift的这个自定义标签往上一放 对吧 我放什么来什么 啊就可以了 就方便了 这样的话我就有点通用了 我在每个html都这样干 对不对 每个表单元我都可以这么做了 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嗯可以了 然后这个方言的支持有了对不对 你看啊我为什么要更新timelift呢 是因为我想做timelift的这个自定义标签 然后我就去摆住这个timelift的自定义标签怎么做 不就这意思吗对不对 或者看他的帮助文档 我知道他怎么做 但是网上面要求就是说他们都在用3这个版本 就都在用timelift3 所以那既然你都用3呢 我肯定要跟着你升级啊 是不是这样子的 哎这就是查询出来的结果 然后就跟着网上的教程怎么把它弄出来对不对 就来了吗 好我们在这里建一个package 叫config配置 配置谁呢 配置timelift 配置timelift 然后咱需要什么东西呢 咱需要一个叫方言类 一个叫方言类 这个方言类呢 需要继承 这个方言类呢 这个dialect 就这个东西对吧 好这时候你要给你这个方言类 方言类起一个名字 那么在这里我们叫dialect 这是方言 就timelift的方言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做一个自定义标签 我做哪方面的自定义标签呢 那你就自己想一下 你要做哪一方面的自定义标签 我现在比方说我要做表格类的 那我就要比方叫table dialect 就表格方言对不对 你要你要做div的 div的对不对 那你要我现在要做的什么系统级别的 什么或者说是某一个业务模块的 对不对 OA的 OA方言 就这个意思啊 名字这是你自己想的 自己起 对不对啊 这无所谓对吧 那我现在想的是我做一个系统级别的 那我们的timeleaf 用起来的时候是在这里声明了th 对吧 叫th开头 那等于说是我也要搞一个开头 这么一个意思嘛 那我的开头就等于相当于它这样的东西 那我现在想做一个系统级别的 系统级别的 那我们就叫thsys 我就跟着它一样的 就th后面加sys 就成为我自己的东西对吧 thsys thys 这样的 是吧 我就这样起个名字 然后我这里就叫什么样 系统方言 对吧 然后我需要继承一个 obstract 这个 这个 我需要继承这个 好 我继承它之后 就代表什么样 就代表我这个类 是一个timeleaf的 方言类 就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再再往下写 然后跟着就抄了 对吧 跟着就抄了 定义一个方言名称 咱复制一下 粘贴一下 方言的名字 就叫这个 或者前面加上th 这样写 然后再往下 它需要一个构造函数 你看 有 我现在这里是报错的 你看 它需要一个构造函数 对不对 其实就是说它需要 因为这是一个抽象类 是吧 对吧 所以它现在需要一个构造函数 这个意思 好 我们把构造函数暂停一下 有就行了 只要调用这个super就可以了 那现在就是 设置自定义方言与方言处理器的优先迹象 这个不管它 最重要的是这个参数 prefix 那这是告诉 这个time leave 我这个方言叫做名字 我叫这个 然后有个前缀 前缀不就是th不就是前缀吗 th冒号什么 对不对 th就是前缀 我现在前缀 我改个名字 我叫thsys 这样的话 我到页面上调用不就thsys 什么什么什么 是这意思吧 后面的不管它 这都是例子给的东西 然后就是元素处理器了 咱们把它复制一下 粘贴一下 它要一个元素处理器 好 这个 这个 方言前缀 好 可以了 唯一没有的是这个东西 唯一没有的是这个东西 说明什么呢 说明 这个方言 这是 这是方言 对不对 这方言里面呢 需要添加一些自定义标签之类的东西 所以说明咱们还少一个类 就是你要做事的那个类 其实就是你要做事的这个类 那咱们就新建一个这个类 这叫自定义标签类 是吧 那这是方言 那我再建一个 package 名字叫tag 那 一个方言 一种方言 是不是可以搞好多个那种标签 多个的 对不对 就和我们做GSTL自定义标签 其实意思已经差不多了 意思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我可以把那个 不是专门有一个tags那个目录吗 我里面不是能放好多个tag吗 那这个方言类 你就把它当成 我们当时做STL的时候的那个 那个tags那个目录 对吧 或者那个tlds那个目录 你当成那个目录 就这个意思 然后在目录里放了好多 自定义标签的那个文件在里面 你就直接能用了 就这么一个概念 那tag就是这个概念 好 那这样的话 我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需要一个查字典的 查字典的东西的 这么一个东西 对不对 好 那我就创建一个 名字叫 Dict 那它要的是 这个tag processor 对不对 Dict的tagprocessor 那我这是系统级别的 我叫thsos Dict tag tagprocessor 这样的 好 那这里又需要继承一个 Abstract element tag tag是标签的意思 对吧 那这个是用来创建 标签的 那这个就是 字典用标签 字典标签就可以了 这叫字典标签 然后跟着呢 跟着再来抄代码 再往下抄代码 标签的名字 起一个 叫 Dict 这tagname Dict tagname 标签的名字 什么意思啊 我们在这里写 th的时候 这个 这就是 那个 就是那个叫什么 方言类里面的 那个prefix 那个前缀 对不对 th 然后后面这个 include是什么东西 就是标签 就是标签的意思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我到这里来写的话 Dict 是不是 thsos 冒号 Dict 这样的东西就出来了 它这样把它拼起来 就这个意思 对不对 就干这个事情 好吧 然后继续往下 优先挤 这个无所谓 这无所谓 这不管它 好 它需要一个构造函数 咱把这个构造函数 复制一下 粘贴一下 那 前缀 要应用于名称的匹配前缀 这个是传进来的 就是 就等会我回传 thsos 哎 前缀就有了 对不对 标签的名字 匹配此名称的特定标签 意思是什么呀 就是 就上面这个 Dict 这字典类嘛 对不对 那你别的呢 你要是oa呢 你就写oa嘛 对吧 就这意思啊 其他都不用管了 都不用管了 来 这样的话就搞好了 剩下就是处理 处理 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这里面先不写 因为出来这个效果之后 我们最终要干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呀 是 Hello World 对不对 我要知道我这个东西 能生效才是王道啊 好 那这个时候 具体代码不写 我们先往下看 这里需要一个配置类 需要注入这个方言 就要Spring托管嘛 因为Timely 和Spring 它捆在一块的嘛 我们SpringBot 你虽然没看到配置 对不对 但实际上 它还是捆在一块的 所以咱们要用SpringBot 怎么样 就是说本来是应该 XML配置的 对的呀 我在第三阶段的话 我是不是Spring -Context-Timely 点XML 配置Timely 对不对 然后我在那里面 肯定要注入一个 我自己定义的方言嘛 我也是个类嘛 对不对 我要把它注进来 对吧 是这意思吧 好 那现在我们用什么呀 我们用 这个 Java的配置方式 Java的配置方式 那咱们在Timely 下面 再建一个类 叫做 Timely Configuration 对吧 At Configuration 这就声明了 我是一个 加把配置 加把配置 那这个就是这个 Timely 配置 配置什么呢 配置我那个 方言类 配置的我那个方言类 Public 一个 TH 一个 THSYS 这个 Return 一个 Ata BIN 就等于是把它当一个BIN住进去了 如果写成XML长什么样 不就是BIN那个节点吗 ID等于THSYS class等于这个 是不是这样子的 对吧 你换成加万了就改成这个样子 就一样的啊 这两个就套上了 对吧 这两个套上了 可以看到啊 一样的 OK 那么这样就行了 这样的话就被sprint就托管了 好的 这样就注入完了 注入完之后咱们就要试用了 回到页面 回到页面 就是 不是这个 这个 这个 那我们在顶上面不是声明了这个 TH嘛 那现在我要声明什么呀 要声明我刚才自己建的那个自定义标签 对不对 叫什么呀 叫THSYS 这不就是我自己自己建的吗 是刚刚我自己建的那个前缀 对不对 THSYS 在这个方言里面 THSYS 好 这里把它解开 你有一个THSYS 对了吧 这个值就带进来了 这里面就new了 new了之后这里就有了 所以我的这个方言处理类就OK了 好 我在方言处理类里面 最终会走这个do process 是不是这样呢 System一个Hello World 好 我们运行 看一下效果 等一下啊 还要到HTML里面来用一下 文章类型 标签 前缀有了 就是THSYS 冒号 我有一个tag name Dict 不就长这样吗 不然的话不是TH冒号什么include的那些 对吧 是吧 好 那我这里 我自己的标签的前缀叫THSYS 就对应到上面这个声明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用的是Dict这个 这个 这个Dict呢 就是 这里的 处理类 对不对 标签处理类这个地方用到的 那这样的话 我调用这个 这个标签的话 我就应该能执行 System.out Hello TimeLeave 这么一个方法 能执行到 下面就好办了 明白吧 下面就好办了 好 所以咱们要试一下 Service走一个 web 做一个 好可以了 再回来 重新进一下啊 把下面这个日志 清清干净 外部这一层啊 文章 新增 点开来看 哎 看到没有 出发到这个方法了 好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在这个里面 把那个字典查询功能一写 因为它是TimeLeave 对不对 它能在页面生效 那我在这里面 把查询功能一写 再把这个功能 拼装成一个 slack的那个节点 往页面一替换 东西就来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哎 不就方便了吗 哎 这就是TimeLeave 可以这样用 哎 你要能想得到 对吧 好 这就是TimeLeave 自定义 标签的一个过程 对吧 谢谢大家 我们已经ательно